而五二零倒數計時 新任總統賴清德以及新內閣也即將上任 而原本賴清德他也自詩這是一個AI內閣 但面對現在嘲笑野大的狀況又該怎麼辦 所以現在也舉行了行動創新的策立營 他也強調說只要能夠竊合民心 貼近民意 那麼民進黨就算在立院不過半也都不是問題 沒有一個牧羊人身上沒有羊群的味道 了解民意的需求才有可能施政得到人民的支持 新閣員就任前的新生訓練行動AI內閣 策立影準總統賴清德親自出席勉勵 人用眾志者 無畏於聖人以每一個部會想要去推動的政策 沒有跨部會的協助 未來合作要有默契共識引準內政部長劉士芳 轉頭和準環境部長彭啟明了得熱絡 留任海委會主委的管碧玲 和準國防部長顧立雄一同現身會前交頭接耳 準副院長鄭立軍也來打照面 跟閣員聯絡感情 產業界的新首長也得熟悉熟悉 該提出新的對策就請提出新的對策 該鬆綁法律請鬆綁法律 不要抱殘授權 也不只是要改變你們的命運 我們是要共同努力讓台灣的命運起變化 這是一個行動創新超越黨派 性別平權而且注重專業的團隊 準院長卓榮泰帶領的新內閣 31名首長周十七位武黨籍 新上任的有26人 有9名女性只是未來面臨嘲笑也大 賴政府得繃緊神經 如果我們做得好 每一個政策都切合民間 民意是我們的後面 在國會沒有過代就不再是問題 像我們的院長討教了許多 有關於未來的立法院溝通也好 或者是跟媒體之間的溝通 或者是社會社群的溝通的部分 新的內閣一定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溝通內閣 宣布內閣成員後不到一個月時間 馬上召開策令 迎新內閣520就任倒數 要讓民眾看到新政府已經準備好了 記得綜合報導